今天是周末,来尔湾看房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线经纪人Chris Liu 今天来尔湾因为有便宜可以捡 美国的每个开发商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像有一个开发商呢,一到财报的时候就开始疯狂 大家看视频,这里是尔湾的一个广场 疫情之前呢,这里一般都是人山人海 有时候找个车位都不容易 你看现在哪有人呢 现在呢,到小区里面了 这个老外是他们的经理 都挺熟的,跟我打招呼呢 咱们在揭查说这开发商 一到了季度财报或者年度财报 这现房就开始往外甩 因为要拿回资金嘛 像这房子原来120多万 而且呢,这个地也是这个楼畔里面最大的 现在呢,降20万 您要能6月30号之前过户,您拿走 这次一共拿出8套房子来 打折打到这个力度 而且都是好房子,地块都是很棒的地块 这估计是让疫情逼急了 没地儿找钱了 但是呢,你让他拿更多的房子出来 打这个折扣,他肯定舍不得 所以呢,就算着这八套房子 能把它任务完成了,估计就得了 视频里这个呢 是另一个新开的楼盘的一个小独栋 这房子也不错,100多万出头 然后也是私房子 但是呢,他这个面宽窄,纵深比较深 我喜欢他隔壁的那一栋 就现在咱们看的这一栋 这一栋呢,特别的敞亮,是这种宽的 而且一楼呢,也有卧室 还有一个不错的院,这也才100多万 另外这次打大折的八栋房子里面 还有这种大股东 170多万变150多万 反正他要求就是能尽快的过户 所以这时候买县房特别的划算 我能给您拿一超好的价格 但是一旦过了开发商现在这个财报的阶段 他们马上就是另一张脸 我跟他们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了 每年在他们这儿的销量都是前几名 所以我太了解他们了 除了每个开发商能占便宜这点事 另外还有贷款,地段的风险,投资价值的判断 还有租客的管理等等等等 全靠经纪人的经验 如果大家有美国购房方面的问题 欢迎单独找我沟通 欢迎大家关注我 我会经常更新美国的购房知识和房源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要吃我的汉堡去了